超过3000人塞满活动会场 儿童美语教育机构举办热闹的嘉年华会 还请来专业的教练带着大家活动筋骨 学习的范围不一定是在教室里 所以我觉得由今天这样子的活动 孩子们能够自信的用英语交谈 各种趣味闯关孩子们热情参与 主办单位还以世界节庆设计 像是西班牙班牛节 德国啤酒节等等 让学生从游戏中认识各国的文化特色 我们在美国馆你可以很自然地体验到 MBA的运动精神 在英国馆你可以很清楚地理解到 英式足球的概念 美语教育机构20年前从竹科幼儿园发迹 如今两岸学校数目已经高达100家 教学理念就是英文要学以致用 因此特别在周年庆的日子 打破教室框架带着孩子边玩边学 记者新竹最后报道